听不懂,听不了解,可以去看回我们之前的视频 Admin有一直在录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节目都可以看回 所以现在so far我们到今时今日到今天 我们已经讲了三个Law 第一天我讲的是Habit到底为什么会影响我们 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大脑 会怎样影响我们的人生 为什么你觉得Habit是一个很重要 不可以忽视的人 包括每一个人 我们在这里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认真的去上进 我可以用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 从baby一直出世到现在 我们人天心就是要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探索 达到我们最后的成功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 通过很多不同的行为转换成习惯 我们才可以不断的 让自己的脑容量越来越低 让自己不用烦恼每一天去想到底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而是让我们的习惯帮助我们推动我们每一天在做什么 最后我们用我们更多的脑容量去思考更重要的问题 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 让我们更加容易达到我们要的成功 OK 所以这个是习惯的好处 所以来到我们第二堂的时候 我们有讲了 第一 我们的第一个law是make it obvious 就是让你的cue 让你的cue 如果到现在都不懂我讲这什么习有意义是什么的话 你就真的需要去听回我讲的东西 很多人都开始知道 哦 cue是什么 像我的agent们 我听到很多都知道cue是什么 非常好 你就要把你的cue 你想要养成的好习惯 它的cue 放到很明显 这样你就很容易去 养成这个好习惯 来到第二 就是make it attractive 就是把你的craving 把你想做这个habit的craving 提高到最高 让你自己做了这个东西过后 觉得哇 非常的爽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有成就感 something like that OK 然后现在我们今天 我们要把 这个这一张是蛮长的 而且很重要 我们这个章叫做make it easy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response OK 我们去养成好习惯 是需要行动的 我们要付出一个行为的 这个行动和这个行为 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很简单 很轻松 每个人可以 就好像很多人想要保持身体 很好看的身材 去运动是不容易的 很辛苦的 又要换衣 又要冲凉 又会流汗 为什么很多理由让你不去运动 OK 因为不容易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就是要让你的大脑去了解 让你的大脑知道怎么样可以配合你自己 养成他这个好习惯通过一个简单的 make it easy 的方法 OK 所以我们等多一分钟 如果人都起了我们就正式开始 OK 一样我讲了的 还有谁还没有进来的 去叫一叫他们进来好了 你的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个你是觉得他们需要在这里的 然后进了来的帮忙开你们的camp 我要看到你们坐在我的这个上面 所以对我上两三次的training 如果真的不了解的 我再三次强调 我不厌其烦的告诉你们 可以回去看回之前的video 而且我真的真的希望你们真的去看回 因为我发现 我自己也觉得也认为 没有把好习惯养成 没有去掉坏习惯 你的人生就跟现在一样 继续十年 甚至二十年 如果你没有进步 你就只能保持或退步 OK 所以很多人很多人想赚大钱想发达想成功 想有成就 可是为什么还没有机会成有成功 成就或者得到你想得到的目标 是因为你太多的不自愿 你太多的 没有没有没有进步 太多的坏习惯 太少好习惯 OK 所以来我们开始 今天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第三个law 这个第三个law 我刚才讲了叫做 make it easy 怎么样让你的response很容易 很轻松 OK 不用觉得减肥很辛苦 不用觉得吃健康餐 是一个很辛苦的东西 也不要让你的大脑觉得很辛苦 你的大脑就会想办法 不要做那样事情 所以他这里有讲了几样东西 首先 一开始 很多人有这个错的观念 有这个错的想法 什么叫错的想法 就是他这里讲 就是永远不要等到最好的时候 才去开始一个习惯 或者开始一个行为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想要现在开始 我们就立刻就可以开始了 或者是我们想要 其实这个很难看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他这里讲 他讲的东西就是 不要等到你准备万分 准备完全 才去做一样事情 只要你觉得可以 有时间 要开始 你就立刻去开始 所以他这里有一句话叫做 never wait until the best time 永远不要等到最好的时机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开始就是最好的时机 现在做就是最好的时机 好像就好像我这样 我现在打算做YouTube OK 我做了第一个YouTube 现在我要继续下去做第二个第三个 而且要每个月至少两到三个 我会一直 以前会一直在想 我要怎么样做呢 哇这个人做到不好 讲话讲他这样烂 但是我从来没有开始过 我才知道原来YouTube不容易做的 所以我们要去觉得 哇这个人做到真的很不错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相信你们的那个感觉 就会觉得 哇那个人讲到这样差 还要这样的讲呢 哇那个人这样烂 那个人这样差 那个人煮饭这样差 我们一直都会只会恐懒 这个是坏习惯了的 所以这里跟你们讲 第一样事情 就是不要等到最好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不要等到你万分准备好 才去做一个好习惯 现在就要开始 现在就可以开始 因为我们会不断的进步的 所以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可以share给你 他讲 一个一种叫做motion 另外一种叫做action 不同啊 一个是行动 一个是有在有在动 但是他没有直接的行动 分别是什么 motion他讲的意思是 你一直在planning 你一直在学习要怎么做 你一直在想办法要去做 OK 你有做一些 你有做一些动作 但是那个动作不是在行动 action的意思就是说 你直接想到你要做 你就直接去做 OK 所以这里有两种人 他讲 有一种人呢 就是不断的去想 我要怎样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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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够好 我要再去学 学了过我再做 有另外一种人就是 一想到我要做 我立刻就去做 OK 所以当然可想而知 现在他这里要讲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要 好像学习 准备我们再去做 可是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我们不是 因为学习而delay 是因为我们想要delay 我们已经习惯了 等一下才做 等到我会了才做 等到我更好才做 等到我厉害了才做 等到我学会了才做 反而他这里要你 做的东西是 不要等 直接想到就去做 take the action OK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要培养好习惯 我们都会讲 等我买了秋仙先 我才去跑步 等我减受一点 我再开始做 等我 等我怎么样 等我什么样 等我什么样 就是你永远都会给自己借口 等到你准备好 你要才去做一个好习惯 这一个就是他说 就是为什么你做不到好习惯的一个问题 一个原因 下来他还有讲 其实我们要培养一个好习惯 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from 不断的重复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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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复 只有通过不断的重复 你才可以变到perfection 才可以越做越厉害 越做越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捷径的 OK 每个人都一样 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大大声 可以跟我讲 我没有跌倒 我就会走路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讲 我从来没有给水 喝水的时候走过的 也没有可能有一个人跟我讲 我从来没有运动过 可是我身材 我的六块腹肌 胸肌很美咯 有背脊 不可能 OK 是不可能 好习惯一定是通过你 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行为 最后才会变成你的习惯 而且越变越好的时候 你才可以好像篮球员 做了1000颗三分球 如果你懂谁是Steven Curry 他才可以把三分球 在任何一个角度 比三分线还要出多两次 他都可以把球投进篮框 而且命中率是六七十八千 所有的这些都是行为不断的repeat repeat repeat 变成你的习惯 一举手拿着球 你就是会进球了 七十八千进球 所以他这里就跟你讲 不要等到你的手长一点 你再去打篮球 现在就去打篮球 如果你想要打篮球 不要等到你准备好读了大学 才来学习买日子 跟你的客人也是一样 好习惯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讲 等我存到钱 我才学投资 等你存到钱 你就不会学投资 因为你会学 你会开始花钱 你会开始 不舍得花那笔钱 也不舍得投资 学习就是要等现在 在你想要学习的档下 就开始学习 OK 就好像在这里 你们全部坐在这里 学习就是现在听我讲 把水倒掉 尽量去装 我刚才讲的所有东西 OK 再下来 他讲为什么 我们不断的practice 不断的repeat 会让我们master一个habit 就是让我们培养一个好习惯 是因为我们脑是这样子用的 好像以前有讲 小孩子为什么要给他摸多一点东西 看多一点东西 去外面接触多一点东西 为什么小孩子这样喜欢去不断的乱跑乱摸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大脑 他有很多脑细胞 他的脑细胞是没有连接的 为什么有些人算数学 一算就可以出来了 心算 有些人如果知道什么是心算 就是说你用计算机按 都没有他用心算来得快 为什么现在的你们可能有些人 找钱都会算错了 因为习惯了用计算机 跟你讲可以385块 然后我现在要给198块 你剩下多少钱 你会讲 怎样信 然后我都可以去 很多人会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 自己用心算可以算出来的 因为我们依赖它 所以我们就退步了 以前小学你们两下就算出来了 中学你们几差都好 两下算出来了 到现在可能 但是你们退步了 因为你的脑细胞本来是接着的 现在开始退步了 没有接了 再不用脑 我们的脑细胞就会退化了 永远接不回去了 就是变成老人家 死骨不法的那种人 OK 所以这里跟你讲 从小到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都要不断的让自己 repeat practice 我们的脑细胞才会不断的连接 越连接越紧 越连接越多 我们才会变成越来越聪明 我们才可以不用用这样多 费这样多心思 你跟我讲 280减 190 我两下就算出来了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我的习惯就已经在里面填好了 我不用用脑的 我不用辛苦的去做的 好像有些人为什么会花很多精力 去做sales 不习惯 为什么有些人会用很多精力去call电话 不习惯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事情做到很清手 因为他习惯了 因为他很清楚 他做了很多百次千次万次 所以在他再继续做的时候 他会越做越得心应手 而且还会找到他的乐趣 OK 所以这个都必须要告诉你们 脑是这样子来用的 OK OK 所以这里还有讲到刚刚讲到的action 行动派 还有motion 是比较慢热派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他是讲到action 就是active的 就是你是很主动出去去学东西的 去做东西 去完成东西 去创造东西 如果你是motion的话 其实你是比较被动的 你是被动的学习 你会让自己很多借口讲 没关系啦 明天先啦 后天先啦 等我学到更会 我再开youtube啦 等我准备好了 我再去跟人家讲啦 等我有时间了 我再去做运动 所有东西都是等我 看到吗 这个就是口头肠 我相信在座 包括我自己 里面 我们都会一直藏 给自己这个口头肠 这个借口 所以我们还在这里 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 没有等我 没有等我 大公司成功人士 跟你跟我的分别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 just do it 现在想到这个plan 就真的做下来拿纸笔 把那个plan写出来 写清楚 再跟自己的脑架 我欠什么东西 出去find out 出去做出来 不行回来再换 可是我们 我发现很多 我认识agent啊 我的同事啊 全部东西 我都会发现很多人是觉得 错是否接受不了的 很多人的脑是已经有那个概念了 这样子走就要这样子走的 不能摆弯的 这个就是很大问题 因为你的脑不flexible 因为你习惯了 准备好才去做 一有问题 惨了了 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我们自己 OK 所以他这里跟你讲 action repeat 不断的repeat 不断的practice 错了再改 再action OK 这样才可以把你的habit form起来 OK 所以他这里再下来 讲到最后 这一个part的最后 是跟你讲 其实习惯 不是用时间造成的 之前我有讲过 很多人讲 21天 你不断重复做一样东西 你最后就会养成一个好习惯 三天 你不断重复做一个坏东西 你就会养成一个坏习惯 所以学坏 三天 学好三年 他那边是这样子 可是其实这里他讲 其实我们的脑 他做了很多实验 他拿实验来讲 就是人的脑 甚至动物都好 我们的脑里面都是 不是因为时间 不是因为21天 是因为多少次 你一天里面做了多少次 跟两天里面 跟一个礼拜 跟一个月 做了多少次 才会影响 你自己本身的 那个 habit forming forming的那个速度 什么讲 你有事过被惩罚表 这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惩罚表 有些人很快就被好 不是因为 除了他特别聪明之外 这个是另当别论 是因为他一天里面 花在惩罚表的时间很多 我现在我家有一个小孩子 就是我小弟弟 六岁 他会背一到一百 OK 他会念 就一二三四五 一直念到一百 他会念 当我叫他拿书出来 指着21 指着24 他是读不出来的 他不认得他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在练习 我的弟弟在家的时间 不是看戏 就是玩玩具 不是玩玩具 就是玩电话 OK 你看到啊 一个小孩子 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教他 用这样的方式去给他生活 他是会一到一百 他不认得一到一百 他必须要经过手 写24 一直24 24 24 写了100次 他才会把24 记进去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我呆处的意思吗 一个小孩子的脑 跟你的脑其实是一样的 你不要觉得 你比你的儿子女儿 弟弟妹妹厉害 没有 是因为你在某方面 做了很多次 所以你在那一方面 比他厉害 没有天生的蠢材 也没有天生的天才 不要讲那0.01%的天才 就是一出来过目不忘那种 我不讲 我们都是正常人 为什么正常人可以成功 我们不能成功 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 多于常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来做好一个习惯 来培养一个习惯 一个简单又有用的习惯 问自己 我讲进来 我还在 15分钟前进来 有多少个看到立刻行动 有多少个看到了 会去制造Motion 不用怕 我不会迟进来就好了 不用怕 我现在有东西做 我有东西更努力 很多人 很多原因 很多借口的 所以回来他跟你讲 你可以一天里面 就养成一个习惯 你也可以用一年 去养成一个习惯 你可以用十年 养不成一个习惯 你看你要这样做 OK 所以他讲了这些 这样多过后 其实他是来第二个 第二个开始 给你知道 怎么样让你的好习惯 可以用最少最少的 付出最少的努力 也可以培养 所以还用一些 脑的方法 这里就很重要 一直讲脑 一直讲脑就是 你要用 借助你的 selfconscious mind 你的真我 跟你的conscious mind 去帮助你 去催眠你自己 可以用这样的讲 很多人讲 我不喜欢催眠 我不喜欢被催眠 所以你是失败者 因为你催眠你自己 你是失败者 穷人是什么 怎样的 如果你身边 有很多穷人朋友 OK 你会遇到 他们讲什么 不是我看不起他们 我觉得 开心就是好 可是很多穷人不开心 因为他们一出来 他们讲的东西 是 批评 老板不起价 最近很辛苦 老板没有伤势他 没有起人工 就是一直在讲 废话和批评 他不会再跟你谈 哪里有好的 property 最近怎样 我想买 我不会买 可以教我 他不会去想办法 一直开脑 去学习 反而一直讲废话 一直讲 今天又有人死 今天又多少个病例 我们又不懂 几次可以开回 一有钱 他就拿来买鸡票 去旅行 买奢侈品 所以看到穷人和富人的分别 这个就是分别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分别 所以催眠自己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跟自己讲 我是成功的人士 我要做成功人士做的东西 我要想像成功人士 这样去想 这个就叫习惯 所以他这里下到来 他有讲 怎么样可以让你 更容易去接受自己 开始一个好习惯 OK 所以他这里是讲 人 我们人 每一个人都是懒惰的 天生就是懒惰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 这个这样聪明的脑 我们动物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脑容量 其实我们脑的耗氧量 是很高的 他这里说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其实整个身体 如果坐在这里静静 脑是用最多氧气的 不是你的心脏 OK 不是你的肌肉 所以脑没有动 他都会用很多氧气 如果你一直用它的话 就好像我们的电脑 这样 就会很热 这样你就会很累 所以他现在就是跟我们讲 人类懒的原因 才会让我们养成好习惯 我就会记得 我口渴要喝水 所以这一个行为 就已经造成了 所以我一看到水 我就想喝 我一看到水 我就想喝 这个就是一个习惯的造成 我的脑就不用用脑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我不用每一天都在做这个动作 这样子 你就可以让自己的脑 轻松下来 做一些人生很大的决定 来让自己更加容易达到高度 OK 就好像我要去左边 还是我要去右边 这种抉择 我要背上你的experience 背上你的猜测 背上你的观察 这些东西才需要用到脑 弄简单的行为 简单的习惯 他希望你不要用脑 这个是人的本性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这个世界上好像 这个世界上 6块腹肌的人 只有1%人 是有6块腹肌的 全世界 跟所谓的有钱人是一样的 OK 为什么有钱人只有一把钱 为什么那种 有腹肌的人只有一把钱 OK 我不讲有钱人先 我讲有腹肌的人先 OK 加油 加油 所以来到我们要讲的东西 就是因为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不是超级沙哑人 这里有谁知道我讲是谁是 你懂吗 测龙剧里面那些 有看了有看了 有看了举手 测龙剧 有啊两个吧 OK 其他人没有看过测龙剧 得空画测龙剧给他们看了 OK 测龙剧是一个很经典的漫画 OK 现在我不懂了 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小鲜肉世界 以前是猛男的世界 OK 所以测龙剧里面的所有 你看那种那种那种人 人呢全部身材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他们可能是天生的 OK 因为他们是外形人 可是我们的人类的腹肌 是要念回来的 是要不断的重复的辛苦的念 还有keep 你才可以keep回来的 所以有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很希望有 但是等我有时间再去做 另外一种人就是 我去做 我去做 我去做就有了 可是那个action的人只有一% 所以他有腹肌 当然还有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就是 关我屁事 要腹肌 要腹肌来做梦 又不能吃的 腹肌又不能帮我赚多一点钱 腹肌又不能什么 有第三种人 这种人是完全是loser type OK loser OK 所以我就在这里选 就是我们人类本来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是会选择loser type 因为我们天生下来就是不想动的 所以我们才现在不断的发明了很多不需要你动的东西 电视机了 你可以坐在那边坐整天就有人娱乐你 以前没有电视机的时代你要去找人谈天才有人娱乐你 你要去找事情做你才有机会娱乐 你要去走到一个地方看画剧 那些做画剧的人要在上面重复在跳舞跳舞跳跳跳跳跳 你才可以被advented 世界开始进步了 现在你可以坐在电视机里面开个冷气开个风扇 你就可以看到那边看戏 看整天 还有无限多的戏 这个的进步 真的确定是我们人类的进步吗 所以我之前第一章我就有说过 我们都活在被全世界控制的过程 你如果想变成一把钱 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 才去控制人家 如果你不是一把钱 你是有办法变成他们 经过学习 经过repeat 经过努力 OK 他这里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讲到 最下来他就讲到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想办法 让你的habit 用最少的能量就可以养成 所以这里就有教了你几个方法 OK 因为我们是懒惰的个性 人类是懒惰的 所以肥的人是占了大部分 不健康的人是占了大部分 没有用的人是占了大部分 不成功的人是占了大部分 然后complete negative thinking的人是占了大部分 但是我希望我的agent 我的同事 我们pillage ready的所有人 不是那般人 所以我才觉得这本书 真的要跟你们讲 而且你们要重新再来听 听到你们get到里面的精华 当然你要看也是可以 OK 所以他这里有讲到 其实每一个习惯 每一个好习惯 都是一个 你想要变成更好的你的一个瓶颈 因为你要看我们其实很想要腹肌 谁不想要腹肌 讲真的 如果吃一颗药就有腹肌的话 谁想要吃那颗药 所以 真的 一吃了就有了 我觉得大家 其他人是根本不想要有腹肌的 讲真的 这样我想访问一下 没有举手的你们不想有腹肌的原因 是吗 我想听一下 Kewing你 看一下 Kewing你 为什么不想要腹肌呢 我听不明白 OK 很多人pool 都听不明白 我再讲一次 我再给你们一两脑药 一少知 我只要吃了 比如他就吃了 腹肌全都出來了 誰願意吃這個藥 誰想吃就不要說願意了 你多舉手 有了多幾個 還有人沒有舉手來 Kenny為何你不想吃這個藥 有怕有副作用 Kenny應該這麼說 一吃了就不好 要連回來的 正會長久 OKOK Kenny是Action那種藥 希望不是Motion 其他呢 每個人一看 你要吃嗎 你不要吃啊 要吃 OK 所以誰不要吃 沒有人不要吃 還有誰不要吃 所以你看啊 我講了這樣的東西 給大家聽 過後 代表我們都會吃 包括我 我也會要吃 OK 我不要去理副作用 除非他跟我講 副作用就是有腹肌 第二天會死掉 這樣子我當然不會吃了 可是如果講沒有副作用的話 人就會去吃 所以為什麼現在的減肥茶 這樣好買 美容產品這樣好買 因為你不用經過努力 你可以亂吃亂睡 吃睡 幾點睡都可以 只要服我的美容產品 你很漂亮 只要你 你 不用怕亂吃東西 隨便吃亂吃 但是減肥產品 你就可以瘦瘦 所以這兩個東西這樣好買 所以這樣多人願意去買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人 人就有這個天性 可是 腹肌是不可能 通過一個藥變成的 減肥可以 腹肌不能 一定要念回來 1%的成功人士 多少個真的是爸爸死了 把錢給他 然後他發達的 如果是很多的話 這樣你就要跟你爸講努力做工 不是你啊 是你爸爸 OK 可是 1%人裡面 只有很少很少 很少部分的人是 真的是靠爸爸把錢給他 而他是 變成1%有錢人的 大部分都是自己白手其家 他跟我和你一樣的 可能比我和你更辛苦過 他們才去到變成1%的人 這個要真的好好去想 所以他說 這裡說這句話就是 你和你想要 變成的那個人 中間其實有一個 obstacle obstacle就是一個障礙 哪個的話語很差的 那我轉講廣東話了 話語很差 廣東話OK嗎 所以說回來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去到的我們目標 我們的方向 我們想成為成功的一巴仙 我們現在在這裡 這個距離中間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障礙 而那個障礙就是你的習慣 你很多好習慣沒有培養 所以你做不到你要做到的地方 OK 這個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話 所以我們要跨過這個障礙 就是要不斷地去培養習慣 好的習慣 我們才可以跨過這個障礙 所以你的障礙就是你的習慣 這裡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每個人都不是想培養一個好習慣 沒有人喜歡一起來就蹦逼一百下 sit up一百下 令到自己有腹肌的 我們希望的是有腹肌 所以我問了一個問題 誰吃藥有腹肌是希望OK的 有人 誰是希望吃乾乾淨淨 然後去運動 令到自己的身材減肥 keep fit 沒有多少個人 除了Kenny Kenny比較不同的想法 他是想keep住身材很好 是要經過運動的 很多人願意去用藥的方法 吃減肥藥 減肥餐 減肥什麼 給錢 快的 你減肥 你keep住自己的手 很多人是知道 怎樣去保護自己的身體 但是他們寧願給錢去買藥 高血壓藥 心臟病藥 糖尿藥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習慣 他沒有好習慣 有兩種人 一種是不知道 知道 蠢 沒有學到東西 另外一種是 知道還要去煩 因為沒有辦法培養好習慣 OK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最後就要靠藥物 度過你的餘心 OK 所以如果年輕的人 還坐在這裡聽我講的 你必須要 讓你身體好好去看回自己 你不想吃藥吃一輩子 好好去照顧自己的身體 培養多些好習慣 得到的東西就是 你不用不停地去吃藥 以後 OK 所以這個是讓你知道的 來這裡 主席我去講 OK 這裡講的是 你怎麼可以令到你的習慣 是很容易 很容易 不用浪費很多心機 和精靈 就可以培養到的 就是把你想 達到的好習慣 放進去你的生活裡面 之前我上個禮拜 都有跟你們說 上一堂課有講到 要去做habit scorecard 有些人已經開始做了 有些人已經做了 我相信你們有這樣的能力 去瞭解我剛才說的 去看看你們的agent 的habit scorecard 去go through 你們的agent 的habit scorecard 這個habit scorecard 就是幫助 接下你我講 怎麼可以更加容易 去令到你培養好習慣 OK 它就是把你想培養的習慣 放進去你每一天都會做的事情 用habit stacking的方法放進去 這裡就是這樣說 OK 所以它說 我剛才講了幾個例子 為什麼減肥藥 未用品這麼好 就是因為它令到你不用辛苦 你過你本來過的生活 你只需吃一粒藥 噴一下東西 擦一下臉 你就可以變得漂亮 變得瘦 變得身材好 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令到為什麼這麼多人去買 他們這種產品 OK 不是好事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阻止不了 接下來我會給你看個圖 所以這張圖就是給你看到什麼是habit line 希望你們聽得懂 簡單來說 其實每一個habit 每一個好習慣 我們要把那個好習慣 培養的話 我們都要經過這一條線 從一開始我想 我是在這裡的 我想開始 去培養這個習慣 我就必須要開始一直做 做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我已經過了這條線 我們才可以培養那個習慣 每一個東西都是這樣 所以以前的科學家 就把它改名為21日 因為以前沒有做這麼多實驗 就是21日 OK 總之這個時間點 它是說21日之後 你就會達到habit line 它也不是錯的 其實它也是對的 代表你21日 你才可以做的數量多到 經過了habit line 這個habit line 你才可以培養到那個習慣 但是因為他們越做越多集實驗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提早經過這個habit line 有什麼方法 就是通過frequency repetation 只要你做越多擺 在一天兩天裡面 你就越快達到habit line 那越快達到habit line 你就越快培養到一個習慣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那樣東西 就是你可以看 這個是第二 第二個照片 他就跟你講 每一天 我要去行十分鐘 每一天 我怎麼可以令到我自己 培養到這個習慣 他就講 十天裡面 OK 我做了這麼多一下 二十天裡面 我開始越來越多 三十天我越來越多 四十天越來越多 當你去到之後 五十天的時候 你已經去習慣了 因為那個habit line 在這裡 你就已經習慣了 越走越多 越走越多 你就每一天都會去逛街 就好像現在 你每一天都會去逛街 我看經常都會去逛街 就變成你經過了足夠多的repetation 一天走三輪 四輪 你就變成 走十分鐘 一天是沒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這就是他跟我們說的repetation 的一個原因 一個做法 接下來 他這裡有說到的就是 OK 所以就是說 怎樣可以令我們更加容易 更加快地去 更加容易去培養到我們的好習慣 所以他這裡有幾個方法 來給大家知道 第一 這個很重要 organize 你必須去organize a space 給你自己問一下 你自己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OK 所以你就很容易去不斷開始去做這件事 他這裡有說 OK 他這裡的作家有說 他的老婆經常去shopping 他都會買一些 greeting card 你知道嗎 就是那些生日卡 恭喜的卡 總之這種卡 他都會把它賣回來 那他買回來放在家裡的時候 當一有人要生日了 他就會自動很容易地拿一張卡出來 寫了那個人的名字 寄出去 所以這個經過他的意思就是 你需要給自己一個environment OK 去製造一個環境 讓你很容易地去開始這個好的習慣 好像你說 我要怎麼可以很容易去開始這個習慣 什麼意思 你可以怎麼給自己知道 我起床就充滿了 positive motivation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現在每一天都在做的 就是post早晨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他們 哇 好像unty 每天post早晨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真的很開心 unty 退休了 所以他們每一天都想和很多人說早晨 因為他們每一天起床都是賺回來的 又起床 又做工 看到分別嗎 OK 退休人士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是退休 所以他們每一早起床都說早晨 和大家說早晨 而你們呢 如果你們說早晨好像很辛苦 我都不想起床 當然不想說早晨 這個就是環境的分別 所以如果你怎麼把自己 由不想說早晨 好像很不moderation的人 變成moderation Kennix很開心的 早晨 不是說他晚一點 Kennix沒有生我 OK 我的意思是一個方法的轉態 Kennix不斷說早晨 早晨 早晨 他自然很希望接受早晨 很希望開始新日一天 這個就是那個方法 他賣很多Gredding卡 一有人需要的時候 他不可能賣你放著 他就會寫出去 就變成你去Gred 人家寫這個好習慣 Send greeting卡的方法 很容易就培養成 因為你已經準備好了 這裡下面他就有幾個方法 OK Want to draw more? 如果你多畫畫畫 你將你的pencil,pen,notebook,drawing tools on your desk 這個方法就是令到你一早起床 好像現在你MCO 你可以怎樣一起床就畫畫 一起床就彈光球 一起床就煮早餐 很多人說我想準備早餐給自己吃 給我家人吃 但是講來講去都不做 但是你怎樣可以更加容易 令到這個事情快些發生呢 就是把你的外主的食物 煲一煲一煲一煲 全部放在外面 不是放在櫃裏面 因為你放在櫃裏面 你會覺得 我要拿櫃裏面的煲出來 又要洗煲又要切菜 想到你都不想做 但是你把那些東西準備好 全部你想到 現在就準備 準備了明天早上 你就會自然很容易去煮早餐 你家人就有早餐吃 這就是跟你講 你將改變那個環境 令到你很快很容易 就去達入那個好習慣 這裏都有講 第二個 你要做運動 將你的運動衣 鞋 你的gym bag 全部放在一個地方 一個很容易看到 你必須要看到的地方 那你就不會覺得 我去換衣服很麻煩 我去找鞋 我去找盆 我去放東西 我去裝水 你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去到那裏 就有你做運動的 衣服 你就可以開始 當然這個東西 是比未開始有這個習慣的人 如果你已經有這個習慣 當然這個方法 是讓你用在其他地方 OK 好像我一早起床 我傳早餐進去群組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為什麼我要傳早餐進去群組 我一早就要給自己知道 我要帶著Pilus 這間公司 這班同事 一起好好地 變成一群 所以我一早就已經有這個概念 所以我傳早餐給大家 我已經在裏面 設定了自己 那我要怎麼傳 我是不是要有了那個 Good morning的照片 所以就做好 所以我設定好了 在我電話裏面 我一定找得回它 就一來 早餐就傳出去 那我說我傳早餐 我又不想只傳Good morning 那麼差 那麼低 所以我就傳這個 這個就是我的方法 令到我每一天都會跟你說早餐 風雨不改 OK 看到嗎 這個就是一個好習慣 我發現我培養了這個好習慣 你們也可以 OK 所以這裡一樣 還有第三個 improve your diet OK 直接切了那些菜 那些水果 全部切好 好 放在你的雪櫃 然後放在 放在你會看到的地方 你經常去拿水 拿一百毫 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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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我可以分享給你的 之前我在我的舊屋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的舊屋比較小 我的廁所在下面 我的房子是沒有廁所的 所以每一天我要在我的房子 早晨下去洗臉 擦瓦 我就必須要經過我的雪櫃 所以我一定會看到雪櫃 我就一定有機會 下來的時候 會順便去雪櫃拿我的蘋果 我就可以吃著蘋果出門 以前我會這樣 但是換了這間屋的時候 我家裡 我的房旁邊就是我的廁所 我做了全部的事 我一下樓梯 就簡直可以出門了 我的雪櫃是出房的 所以我最近發現 蘋果 我爸爸經常跟我說 為什麼你沒有吃蘋果 你沒有吃橙了 因為我沒有機會去看到雪櫃 我不會記得我吃蘋果 你看到環境 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習慣 看到 我自己都明白 我買了 所以我現在就要用Happy Stacking 去想辦法讓自己去那個雪櫃 想辦法 我現在就要想辦法 我怎麼去那個雪櫃 我就可以記得我要拿蘋果來吃 OK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和你們說 習慣是很困難的 OK 我們真的要搞清楚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讓你知道 我們要怎麼可以令到我們自己更加容易 更加快的去做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好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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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一個好的習慣 OK 所以這裡他說就是redesign your life 之前你可以重新 我之前也有說過 redesign 你可以重新去組織 重新去plan 你的整個人生 by action 然後 怎樣去action 然後怎樣去prepare 令你下一個要做的habit 更加容易 繼續上來 繼續上來 OK 所以到這裡 再下來 我們這裡有講到兩分鐘 2分鐘的規定 我之前很久之前的 Thursday sharing 我講到2分鐘 OK 那個2分鐘和這個2分鐘有些不同 所以我講回這裡的2分鐘 他再一次跟你講 其實我們的人生 40%到78% 就是40%到78% 在我們的habit造成的 所以我們每一天 其實有40%到78%的行為 或者別人覺得是行為 或者我們覺得的習慣 是habit造成的 不是理想的 不過你已經培養了出來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有很多習慣 已經不是理想的 已經培養了出來 所以你不能控制它 所以你人生每一天 你會覺得 CY今天我好像沒有什麼 productive 為什麼這個月我好像做不到sales 為什麼這麼多 為什麼 你如果去找你自己 去看自己的habit scorecard 你就知道 為什麼你今個月做不到sales 為什麼你每天浪費了很多時間 這些都是habit scorecard去幫助你 OK 因為我們的70% 是每天都一樣的 是habit造成的 OK 所以他講這裡 就跟你說habit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沒有了你的habit 正視你的habit 然後把你的habit改進 改好它 那麼我們就會變成 被habit拉著我們避下 最後我們就會得到 我們不想得到的人心 OK 所以就下來 這句話他講 其實習慣是一個entrance的highway 怎麼說 就是說你要去一個成功的大路 通往成功的大路 通往成功的大路 我們所有的習慣和好習慣 就是一個帶我們進去那個成功的大路的一個鎖匙 我沒有看過一個人 不斷吃薯片 每天喝Cocacoclo人有福氣 我沒有看過 也沒有可能 誰覺得可以的 舉手給我看 我們來做孕育 孕育實現 誰的事 我包一個月 六個月 我包每天一包薯片 加每天一支可樂 然後你一定要有福氣 我跟他分別 不是你給我錢 不是我給你多一倍的錢 誰要跟我分別 每天一包薯片 吃給大家看 一罐可樂 喝光 就是這兩種東西 然後你要有福氣 誰可以跟我賭 輸到分別 沒有 沒有人敢 因為沒有可能 這個習慣 這個吃薯片 喝可樂的習慣 是不會令到你有福氣的 一樣的 你每天在床上面看Facebook 滑手機三四個鐘 打機打四五個鐘 是不會令你去到成功的一巴仙人那裡 很多agent跟我說 我這個月要做十千 二十千 五十千 甚至一百千 他說他做的事 連一個這麼簡單的早晨都做不到 我怎麼跟你做大事 想想想 我們公司已經栽培你們 就是給你們一個習慣 去發送早晨 你可以跟我拿同樣的照片 發送這個早晨給你的客人 你跟他在談戀愛的客人 你跟他說早晨他不喜歡你嗎 你想清楚 你會不喜歡別人跟你說早晨嗎 誰不喜歡我跟他說早晨的 給我知道 我跟他說對不起以後 然後我發送早晨 我會跟你說 Handsome Sorry OK 我會跟那些不想 我跟他早晨的人說Sorry 我可以有這個習慣 有沒有問題 誰舉手給我聽 覺得我的早晨很煩 沒有 習慣就是這樣培養 OK 所以請你們來改變你的mindset 真的要改變 OK 不是吧 你會覺得很搞笑 所以這裡說 習慣 好的習慣是令你成功你要去到的大陸的悶事 OK 你去過那個拖子才能去到 所以你要培養到好的習慣 你才能去到你要去到的地方 沒有跟我說吃薯片 喝汽水可以去到The Rock的身材 很艱難 不是不行 很艱難 OK 所以再下來 他這裡還有講 幾件事 你如果可以做很多的習慣 你不用用腦去想 都可以做出來的話 其實就代表你已經有了方向和方法 去到你想去到的地方 所以我說 因為一開始我就有說 40%到70%的每一天 我們所做的事情 不是我們選擇的 是我們培養回來的 我們的習慣 OK 好像有些人很negative 因為他培養回來就是很negative的人 所以這種人 他比自己70%都處於很被動 很negative的環境 那個心情 他做不到大事 做不到好事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習慣就是跟你說 怎麼可以把你這個心態方法轉過來 OK 不斷地轉 每一個壞習慣 將它變成好習慣 不斷轉過來 你的人生就開始有不同 他這裡是這樣說 OK 跟著他有說 其實一個很簡單 這個是之前他有說過的 很簡單 很細的一個習慣 一個很細微的習慣 可以影響你很大的未來 這裡是他再三個跟你說 這句話我覺得 我也要再分享一次給你知道 就是一個很細的習慣 培養到 它會令你整個人生 去到很好的方向 很好的地方 OK 所以再來 他也繼續跟我們說 其實習慣不單是一個通往成功的鎖匙 通往你想達到的目標的鎖匙 習慣 好習慣還是一個 entry point 另外一個習慣的開始 知識點說 我們通常習慣會跟另一個習慣搏下去 就是說我們做了這件事 我們吃了飯 我們就會抹桌 抹桌 我們就會洗碗 所以每一個都是一個簡單的習慣 我之前也有跟你說過 一個習慣其實就是 由吃了飯到吃完飯 就是一個習慣 一個行為 接著吃完飯到抹桌 是一個習慣 一個行為 抹桌到洗碗 就是另一個習慣 另一個行為 所以每一個習慣的開始 就是一個習慣的結束 所以你可以選擇 你做一個好習慣的開始 或者是壞習慣的開始 選擇很重要 所以他這裡就說 同樣兩個人吃飯 一個人吃了飯 碗砸了 就去打遊戲 另一個好習慣就是 吃了飯 抹桌 抹桌 洗碗 洗了碗 然後看書 分別 三年後 兩個人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造次 不同的未來 三年 三個月你都可以開始看得到不同 OK 所以這個就是讓你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 習慣 你要去選擇 這個問題 你要選好你 你才可以開始另一個好的習慣 OK 每一個習慣都是一個習慣的結束 OK 所以他接下來 這個 chapter 我們在講的兩分鐘 兩分鐘的規定 這個兩分鐘的規定 這個兩分鐘的規定 是什麼意思 這個兩分鐘的規定 就是 現在我們要講 我們去培養一個好的習慣 不要那麼辛苦 我們只需要用兩分鐘 OK 但首先我給你看這個東西 看看 這個就是跟你說 一開始 你有一個good choice 當你做了一個good choice 之後 你做一個bad choice 你看看 你每一天 其實怎麼可以確定 你去做了一個bad day 或者good day 就是看看 你經過你選擇 你要做什麼習慣 做什麼行為 你就帶你去哪裡 你做越多的good choice 你就去越好的一天 這樣的意思 明不明白我在說什麼 你一開始吃飯那一刻 你吃什麼都可以選擇 你去吃炸雞 不健康的餐 或者健康的餐 健康的餐 你就來這裡 你就覺得 今天我吃了很健康的餐 我覺得我整個身體很輕 很舒服 不會很累 吃了炸雞之後 你覺得很內疚 哇 我又肥了 我又不健康了 什麼東西 所以你會 bad choice就下來了 good choice就上回去 bad choice就下來了 所以有些人不斷重複 bad choice 再bad choice 再bad choice 所以那天你就會說 哇 我今天好像廢柴 你會這樣覺得 因為我今天好像廢了一整天 我吃不好的東西 打了一整天機 看了一整天facebook 沒有沖過糧 沒有洗衣 沒有洗臉 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廢了一整天 那你今天你會覺得是good day嗎 當然你可以跟自己說 沒有我有時覺得很爽 沒有日日 有時廢一下 ok的 但是沒有日日 所以他這裡就跟你說 如果這裡栽培自己 變成兩分鐘的rules 他這裡說 要怎麼去做呢 就是給自己做一個很簡單的開始 ok 給自己一個很簡單的開始 就是兩分鐘 他說做任何一件事 你就用這個方法 這裡有 ok 看一看 如果你想開始學習 怎麼去看書 開始看一面 看了兩分鐘 開那半書 看一面看了兩分鐘 一看時間到 教了鬧鐘 記住 這是真的 他跟你說 教好鬧鐘 兩分鐘 開始看書 兩分鐘一響 散書 但是每一天都要做 ok 這個就是一個方法 給你去看書 開始看書的習慣 但是你如果說兩分鐘 看多一分鐘 你就可能開始看了 沒有看太久 用兩分鐘開始 這裡是一樣的 ok 如果你想做瑜伽 ok 做瑜伽 你很懶 take out 用瑜伽 你就只需要拿你的瑜伽打開它 如果兩分鐘到了你就不用做 你只打開你的瑜伽 但是通常我想到的就是 他也有說的 如果你打開你的瑜伽 你怎麼都會做三五分鐘 用回之前我說的 把瑜伽打開很容易拿到的地方 都會幫助你打開瑜伽 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就是製造 幫你去培養很習慣的方法 再來他也有說 你想study for class 所以你不要說我要去學習 open your note 好像我現在這樣跟你說話 我看到很多人沒有寫東西 是用no來記用意來聽的 你是記錄不到的 所以你想 我想聽 我想學習 我想在CYK Training 拜四 Training 在學到東西 每一次我都學到東西 不用想多 不用去做瑜伽改變 open your note 開了你的書 拿起你的筆 你就開始聽 你至少聽到少許東西 你就會記錄到少許東西 這個就是個方法 for the laundry 不如接三 怎樣去接三褲 接一對蜜就夠了 做一些些接一對蜜 所有所有所有大的習慣 把它破成很小 做少許 由少許開始 由兩分鐘開始 你就可以慢慢去培養到一個好的習慣 當然有些人問我 這樣就得了 是 這樣就得了 這個是一個開始 好像你要跑三個KM 誰那麼容易 不要開始跑 開始把你的鞋穿好 接著綁在鞋底 你開始了這個東西 你就很容易 開始去行十個分鐘 跑十分鐘 最後變成跑十五分鐘 跑二十分鐘 跑三十分鐘 你就會慢慢慢慢進 至少你穿了你的鞋 OK 這裏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這裏下面他有說一個 the idea 這句話你讀一讀 就是他講 每一個idea 你要讓它 可以開始 把它分成最容易的單位 來開始這個 這個習慣 你就可以慢慢培養好這個習慣 所以這就是他講的方法 OK 你可以再看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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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的 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所以他講 把它 慢慢去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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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最簡單的時候 來跑五個鏡子 行不行 都很艱難 行十千步行不行 忽然間要行 很艱難 行10分鐘行不行 都很艱難 穿鞋行不行 穿鞋行不行 先做穿鞋 穿了鞋之後 要不要去行 那穿鞋脫鞋 每一天你都去做穿鞋脫鞋脫鞋脫鞋的工作 你每一天都做 你就有機會慢慢去培養到 你最後可以跑馬雷 所有 他這裡給了幾個例子 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一樣的 你想寫一本書 由 寫一句話開始 每一天寫一句 慢慢寫 你就會寫一段 三四句 四五句 一天 之後慢慢你就會 一千個字 慢慢你就會 五千個字 慢慢你就寫成一本書 慢慢進步 但是一開始寫一句 就好像我說 我自己做YouTube的頻道 我沒有習慣的 所以我就要逼自己 說 我要做八分鐘到九分鐘的影片 說 其實八九分鐘在你一天裡面 是很少很少的 你只要穿好它 知道我說什麼 開啟 我們就說八九分鐘 你就可以分享一個YouTube頻道了 現在TikTok 甚至不用到一分鐘 所以你其實拿人生的一分鐘 你開始做 人生的兩分鐘 你開始做 你就完全會得到不同的目標和方向 OK 所以這裡是分享給你的 所以這裡也可以看 為什麼要你這樣做 因為 to master the habit of showing up 至少你會讓自己知道 我要跑步 所以我穿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人去dream room 他們會拍照 去到dream room 拍照 他不是很大隻 他都會拍照 這一個東西 就是讓他自己知道 我有沒有做dream不重要 但是我來到dream room 我拍了照 代表他怎樣都會做多少 他怎樣都去到都不會 他不會說去到dream room 完全不做dream的 他怎樣都會舉一下鐵 舉一下東西 就算舉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 都比沒有好 OK 所以這一個就是跟你說兩分鐘的ruth 所以你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到這裡明白嗎 都明白嗎 OK 我給大家三到五分鐘去休息 接著我們回來 講完最後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很艱難 很容易 踢了我們的壞習慣 OK 去了我們的壞習慣 OK 所以我們給三五分鐘 現在十二點零二分 我們三分鐘回來 休息一個三分鐘 給大家休息一下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經過這三分鐘來問的 有沒有 所以開始要習慣 好習慣 拿一本書出來 開始去寫 聽CY說什麼 去寫 聽CY說什麼 去寫下 OK 接著真的把那些好習慣 放入你們的生活上面 再一次 恭喜大家 六月做到不錯的 Agent 做到不錯的 Leader 我們七月 會更加好 所以你有了一個 好的開頭 正如他有說到的 好的開頭 就要選擇去好的習慣 所以你已經在六月做得很不錯 七月你就要用很好的六月 開始七月的很好的七月 OK 所以這一個就是給你知道 習慣的好處 習慣的原因 有時間可以看看 我分享給你們的 你也可以慢慢了解一下 到底我在說的話 是什麼 還有我不想做一個沒有責任感的老師 所以現在我在分享 我希望你們如果聽到不明白 就立刻停止我 我不介意 你可以訊息我 如果不好意思說話 或者你可以直接說 我 CY我不是很明白 他可以說了一敗夢 我不要 不斷帶過 你不用覺得不好意思 我開這個talk 你們浪費了一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半的時間 在這裡搓著 聽 我就是要把這本書裡的精華 帶出去給你們 我要你們明白 我在說什麼 我要你們真的把他學以智慧 我要我們一起 用這個很好的 很科學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習慣越做越好 令到我們一直不斷去進步 然後令我們自己可以去到一巴線 令我們Pilus的agent 所有Pilus warrior 都可以去到頂峰 OK 去到很高很高的頂峰 所以我跟你說 我很喜歡這個想法 是一定可以令你成功 都可以令你反車的一個方法 OK 所以 時間到 下來 所以我們接下去 我不知道其他 其他教授 其他教授 其他人 我是很喜歡被人打斷 OK 你在這樣打斷我 我就知道你在這裡聽 你不明白 你去問 我不愛你帶過 OK 所以agent 請你好好地去問我 有什麼不明白 我解釋 我有什麼不明白 我解釋 如果解釋了都不明白 我私下再解釋給你聽 OK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可以說的 其實大家覺得我講廣東話好些 或者話語好些 沒有意見 你默默了我 OK 那我們繼續廣東話 因為Karen比較廣東話 OK 來到這裡 兩分鐘 就是我講了兩分鐘的規定 OK 我這裡再看我們 的規定 兩分鐘的規定 這個是我們講的 就是兩分鐘的方法 總之每一個東西我們都 哇 很重要的錢 會看到 OK 2分鐘的規定 所以這個2分鐘的規定 就是說我們可以經過什麼方法 去令到我們可以更加容易去開始一個習慣 但是最後把我們的習慣變成我們要的大的習慣 再應領我們去到我們要去的最後的目標 OK 所以Habbit Shipping就是一個方法 他會跟你說 將你要做的 Becoming Becoming Early 這個就是我要早 早起 很多人跟我說我要早起 OK 那怎麼可以令到你早起 有很多人 其實我有一些經理 跟我說我要早睡早起 他都知道早起一定要早睡 不是你不夠精神 所以這裡他就說 第一個 Face 2分鐘 第一個Face Be home by 10 你要早點回到家 第一個 你不用早睡 早點回到家 因為你早回到家 你就有機會早睡 OK 那你一直不斷地早回到家 OK 我們進入Face 2 Face 2就是 全部TV 電話 會影響你的部分 然後在這裡玩 走 開始 要將它 10點 我的電視一定要關 將我的remote 扔起來 扔起來不用鎖 但是你藏起來 不是那麼容易 一按就開到電視 將電話關機 或者放好它 想辦法放高高 或者放在櫃桶裡面 那就變成你沒有機會看到電話 你就不會玩它 那第二步 第三步 OK 坐在 睡在 或者坐在你的床上 去看書 和你的老婆聊天 和你的子女聊天 或者休息 所以你坐坐下 我相信沒有電話 你就開始可以睡 所以第四個Base 就是 10點就關燈 最後 重點就是 你10點關燈 你10點睡覺 你6點起床就可以做到 你最後就是達到你要做到的目標 所以說 你可以用 經過這套方法 將你的目標 你想培養的好習慣 你想成為的人 這裏是 之前我教過 一開始就分享過 identity是很重要的 OK 你要有一個身份 你是什麼身份 我是一個早起的人的身份 我是很早醒的 我是一個早醒的人 然後 我是一個吃齋的人 吃素的人 然後我要運動 我要做一個健康的人 所以這些全部都可以用 habit shaping 來令它變成幾個Phase 一個Phase 一個Phase 要完成 最後你就會得到你要得到的東西 你要得到的東西 OK 所以這一個就是跟你說 他有給你很多科學的方法 兩分鐘 兩分鐘做了之後 habit shaping 你就有不斷去 繼續 令你自己進步的一個方法 和方向 所以你不會擔心 我怎麼會變成 一巴仙的那個人 只要你每一天進步一巴仙 你自然就會變成 三十七倍一年 最後你會有機會變成 一巴仙的那個 你想變成的人 OK 除非你不知道什麼叫好習慣 那個我就幫不了你了 那個是你的 你必須要了解 用你的道德 用你想做的東西 來找什麼是應該做的 下來 我現在要開始 應該多二十分鐘 所以下來這裡 這裡有講到 怎麼可以令到你的好習慣 更加容易 未結義自民 更加容易去培養 用兩分鐘的方法 兩分鐘的規模 再用habit shaping 一步一步一步去增強 變成 你是最後會達到你要達到的目標 那為什麼要增強呢 做回兩分鐘不好嗎 知道嗎 我就是做兩分鐘 我走路走兩分鐘 我運動運兩分鐘 不好嗎 好 但是你慢慢會覺得很無聊 我們人 我都說了 一開始我們人創造下去 我們know 和我們人創造下去 我們是對世界有好奇的 我們是喜歡challenge的 我們沒有幾多人是喜歡平平無奇 坐在這裏過一輩子的 沒有幾多人 所以我們是不斷想去challenge 所以你一開始 兩分鐘的規模 就是幫你去尿你自己 尿起你自己的火 把你自己的火 開始啪著 之後你就會燒起你 你就會越做越好 兩分鐘會變成十分鐘 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 就變成每一天 你都會四十五分鐘跑步 或者是運動 這個就是那兩分鐘的目標 目的 所以樂利他也有說 你要很容易 令到你的好習慣 培養性 這兩個方法 當然他也希望 可以怎樣令到你的壞習慣 差不多是不可能 可以被他出現的 被他發生的 因為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很多人衰 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好習慣 是因為我們太多壞習慣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壞習慣去了 培養多些好習慣 我們就可以變成 每一天都有good day 所以每一天我們都有更加好的productive OK 所以他這裡有說 我剛才說了 壞習慣和好習慣的分別 所以他這裡說 如果我們要把壞習慣 令到它沒有什麼機會發生 我們就要調回這個條例 第三個條例 就是 讓它很容易培養 讓它很容易培養我們的好習慣 令到它很艱難 差不多艱難到 沒有可能 來阻止我們的壞習慣 這裡他說怎麼做呢 他有幾個想法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必須要將你的壞習慣 放一個commitment divide 在場面 例如說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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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会有机会被政府罚你三眼 所以你都不敢到处去走 所以这两样东西就是一个commitment device 令到你本来一个坏习惯很难 很不容易被他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必须要想办法 怎么去令到你的坏习惯没有机会发生 或者令到你的坏习惯很艰难发生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令到你的每一个坏习惯背后 都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里是这么说的 再来 下面接下来他说 你会看一看这个我分享的视频 你可以看到 那个commitment的commitment device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健康一些 你直接拿钱 钱是很现实的 去买一个water filter OK 你喝健康的水 那你就会 就会用了 你就一定会用它了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东西很贵 为什么有些东西好像减肥餐 它一定要很贵 因为它要逼你吃光它 你吃光它才可以有反应有效果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必须要付钱 OK 好像你说你要睡得睡得好一些 你要付钱买好一些的matrix 所以买了个matrix之后 你要买一个完全黑到晒 不会有光的cutton 然后 remove了你的电视 你就会得到好一些的睡眠 所以将这些东西做了 你就自自然而更加容易去培养一个好习惯 或者award一个坏习惯 就是晚上看电视不睡觉 或者有一个不好的睡觉 OK 所以这些就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给你知道 它用什么方法来 使你的好习惯可以培养 或者使你的坏习惯没有机会发生 OK 没有机会发生 看到吗 所以这里有几个方法去给你知道 好像如果你有开心 你就买一个狗 之后你就可以容易去 你自然就容易开心 因为有个狗很开心 走来走去 动你出去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它给你知道 这样可以令到你更加开心 OK 再下来它这里有说到 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办法很多方法可以经过我们的技术来帮助我们 去令到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我们的坏习惯 例如说它可以说你可以经常会忘记或者不记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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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换了个帮助 这些方法就是令到你没有什么机会不断去玩游戏的方法 好像你刚才看到 把电视机放在房间放回去听 那你在房间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机会去看电视机 他也有说如果你把你的电话放远一点 我一直说放远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承认 那就变成你没有机会 你一睡觉你就没有机会摸到手机 因为你手机是很远 人是爛的 所以人是没有什么机会去拿过手机 因为你要起床开门开窗开灯 走去拿过手机回来玩玩了再放回去 你就觉得我甘愿不爱了 甘愿睡觉 所以这个就是他跟你说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最重要是来到我们之前说的就是 令到你的那个环境是很重要的 他最后说回来也是说 那个环境是你自己营造的 你可以弄到你的环境是很容易培养到你的好习惯 很容易把你的坏习惯踢走 这个过程就是你需要去做的那个动作 所以他说最后都是说 你要redesign你的环境 把你的房间的环境变成 你就很艰难在这个环境里面造成坏习惯 接着很容易培养好习惯 接着你也可以把你的工作的环境转一转去 令到培养好习惯的方法很容易 接着把坏习惯做好 当然有些公司在这里说 有些公司是直接阻止了Facebook 他的网站是去不了Facebook的 他也有些公司会直接阻止了 不可以打机的 他的公司是不可以打游戏的 捉到他就会解释你或者给你警告信 所以这些方法都是令到他的员工 是容易一些去不去玩游戏 不去上Facebook 所以他的表现会好一些 但是都有一个坏的地方 就是他们说 这里就是说如果是被逼的 那个反效果会很好 那些员工如果现在不用Facebook 不去玩游戏 他都可以浪费时间在听歌 浪费时间在其他地方 因为员工不明白 为什么他不可以玩Facebook 所以很多公司开始 都不去blogFacebook 不去blog你玩游戏 反而是做多一些教育 给他们知道 你在做工的时候玩游戏 在做工的时候看Facebook 对你有帮助吗 这个坏习惯对你来说有任何好处吗 这个是最近他有说到的重点 接着再来最后 我现在就要分享一下 这里是最后的 所以我只说了几样东西 我们再来做一做总结 OK 所以这个总结是什么 之前说了做Habit 我再三说了 将Habit酿成的几个方法就是 第一 Make it obvious 第二 Make it attractive 第三 Make it easy OK 之前说了我再说 Make it obvious 令到你的Q OK C-U-E Q 很容易被你看到 那你就很容易 去给自己的机会 去培养一个好习惯 第二 Make it attractive 就是令到你的欲望 就是你觉得做了这件事之后 你会很开心的 你很想做的 有很好的效果 的习惯 那个最后得到的东西 是你很希望得到的 所以Make it attractive 第三 就是Make it easy 怎样可以令到你可以尽量减低磨擦力 Friction的磨擦力 尽量减低做那个Habit的那个方法 那个过程 本来减肥很辛苦的 吃健康餐很辛苦的 怎样可以令到它很简单 OK 就是吃好吃的健康餐 就是做很少运动 但是要开始 所以他这里给了你两个方法 一就是2-minutes rules 第二就是用Habit Shipping 就是他有说了 OK 2-minutes rules or less 你开始你每一个想做的习惯 这个就是他有说的 当然他这里就有说了 Prepare your environment 就是我又说了 将你整个环境 变一变改变一下 你想做早餐 你就首先将早餐的 ingredient 晚上就放在那里 那你就很容易起床 就看到那些 ingredient菜啊 saparang 全部在那里 你就很容易去做的 所以你想做的事情 好像你想去做gym 你想去跑步 就将你的鞋 全部摆好好 在那个地方你看到的 你就很容易 一回到家 就自然拿了 换了你就去运动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方法 OK 再来最后他这里也有说 master the decisive moment 你需要去选择 每一次都做一个选择 令到你去好的方向 好的方向 好的习惯 不要去选择每一次选择坏的方向 选择坏的习惯 你就不断地去做坏习惯 最后你那一天就是 没有productive的了 OK 最重要他这里就是说 automate your habit 跟着invest in technology 刚才就是说 你给钱他就说 你给钱去买个水机 自自燕燕你就会用它 你给钱去买一个贵一点的 例如教你英文 有些人英文不好 他去买一个教英文的机器 或者教英文的software 三十多元的 他卖了回来 你就自然会去用那个software 你就自然会觉得不舍得 所以你就是这样用它 用它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英文 所以这就是一个方法 advest in technology lock the future in behavior 就是这样的方法 最重要是break a bad habit 第一个就是make it invisible OK make it invisible就是 将可以令到你做坏习惯的Q 放下放远远看不到它 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你就有机会不做它 如果你说我每一天吃烟 我只可以吃两粒钟或三粒钟 剩下的时间都将你的烟放完 放到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令到你少点吃烟 make it unattractive 这里的方法就是 令到你给自己知道 其实吃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会得到很多不好的feedback 所以要reframe你的mindset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好像你说 不做运动有什么坏处 我去给自己知道 然后跟自己说不做运动 我得到这个这个这个 最后都是做运动好一点 那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想法 进步 令到你的坏习惯 很难去做好 然后令到你的好习惯 很容易培养 最后就make it difficult 就是令你的坏习惯 increase friction 没有什么机会很艰难 才有机会去将它做好的 就是说要经过很多很多方法 ok 第二 use a commitment device ok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 好像不可以出街的原因 你就可以将你的车时摆好它 将你的车时放给你的老婆 或者给你的家人捉住它 所以这所有的方法都是 总之可以令到你 不去做一样你经常会做的坏事 都是一个make it difficult的方法 令到它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好像你知道 钱 你赚了钱 你自己很容易洗掉 将它放到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 和你妈开年龄户口 跟她说 我拿钱不要让我拿 那么你妈又信得过的话 你的钱就很安全放在那里 那么你每个月都会存多少钱 至少那些在存在 都是你的钱 这个就变成可以改变你 亂花钱的方法 这个就是increase the friction 然后use a commitment device 的一个方法 ok 所以这里 今天我的sharing就到这里 ok 所以今天就是说这些 有什么问题 有我所发有什么问题 来到law tree 下个拜仪的话 我们就说law number four ok 就是这里有写的make it satisfied 这个就是最后的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 就是说了两个礼拜 真的有帮助你们 去真正是正视你自己的人生 你每一天的日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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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做 看一看你自己的score card 我们自己写自己的score card 然后去了解 到底我怎么可以进步自己 不断地进步自己 跟我们agent一起进步 那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很强 很厉害 很厉害的公司 ok 所以很多谢你们 每一天都是在听的人 然后我更加希望 如果真的听不明白 回去听过我之前说的 ok 我都会不断地进步 令到我每一次说的书 说的内容会越来越精彩 因为我不想太久 因为我看书 都要take some time ok 然后说出来 这是我尽量要简单 和直接快的方法 如果你们不明白 你们就让我知道 我也要进步 ok 有哪里不明白 说太快 太复杂 或者怎么样 或者需要多些例子 ok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 你们要做的就是 试一下去用2minutes rules ok 这里就是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的agent 大家的agent 他用2minutes rules 你会写下 你去做Habbit Sacking Habbit Scorecard写了 那么现在你今天要做的就是 将你想培养的好习惯 你现在这个月 今年想培养的5到10个好习惯 写下 你没有的 但是你想培养的 你把它写下 把它用Habbit Shipping 和2minutes rules 来想办法 怎么可以开始做这5到10个好习惯 很多人问我 CY 我们要做Sales 我们要不要做那么多事 我会好好老实地跟他说 我不是说谁厉害谁厉害 谁厉害 6月你可以做十几千 如果你7月都可以做十几千 8月都可以做十几千 就代表你真的做对了 每一天 日常的Habbit 你做对了很多东西 你才可以继续做十几千 十几千个月 以前我经常会和CY 说就是不要做一个月的银行 不要只一个月做十几千 每个月都挂零 挂一千挂两千 如果是这样代表 其实你没有进步到 你是撞彩 OK 来 我要我Agent 不撞彩的 我要Agent有实力的 我要我Agent是最有实力的Agent 所以这件事是帮到你 我希望你们真的可以去做 将你五到十个Habbit的 写下它 跟着分析前面三个 你最想做的 怎么可以用这套方法 2 minute rule去做好它 我想我健康点 吃健康点 OK 怎么开始 我想我自己准备早餐 我想我和我家人的关系好点 我想我想 总之你想什么好习惯 都可以写下它 跟着和你的Leader谈一谈 看看你的Leader怎么帮你 OK 如果你们的Leader 帮不了手 你都可以找我 OK 我们可以看看怎么帮你 因为我看过这本书 我多少都可以帮到你 OK 所以我将来你的Leader 都知道怎么帮你们了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 两分钟两分钟 有问题问 那些Agent 全部都真的很厉害 很聪明 没问题的 不是讲笑的 就是我说得太好了 因为我说得太好了 因为我说得太好了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 所以我希望就是Habit Scorecard做了它 对 我们下期再见